关心八仙陈报案 事发已经超过了一个礼拜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这两天 不断的炮轰万海航运的董事长陈伯廷 说他一个多礼拜都不出面 连一句道歉也没有 真的很没良心 陈伯廷呢是万海陈家第三代 他还身兼士林职业跟八仙乐园的董事长 集团年收年营收呢高达600多亿 被侯友宜点名的 就是八仙乐园兼万海航运的董事长陈伯廷 台日线是我们公司的独立跟命迈航线 陈伯廷今年49岁 是万海陈家第三代掌门人 而万海集团旗下企业超过百家 万海航运是全球排名第20大的货柜轮商 陈伯廷身兼士林职业 万海航运以及八仙乐园的董事长 集团年营收高达670亿元 一遇是不够赔的 出来说声道歉 出来负责 不要以法律责任未领 或许就是背后有强大靠山 侯友宜怒轰新北市府多次和八仙联系 但八仙的人都爱理不理 之前万海承诺捐出一亿元 到现在钱在哪里都还没看见 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 都是跟无数的人的互动 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 他必须肩负起 他应该要负担的社会责任 所以万海成立了万海慈善基金会 形象短片里特别强调 万海成立慈善基金会帮助弱势 在对比城堡意外后 万海的态度还真是有过讽刺 记者陈一凡林小凡TB报道